比男人还帅!加拿大选手被封最帅冰上精灵爆红全球,但原本长发模样也正倒太超过。 平常冬奥在25日终于画下句点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小编一样,看花式滑冰比赛看到目瞪口呆,真的忍不住给这些选手大声鼓掌耶! 但说到花式滑冰,其中不断受到讨论的,除了夺冠的日本花式滑冰选手语声杰鲜以外,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花滑选手竟也引起网友暴动,全是因为他拥有一张如同精灵一样的空灵美貌。 这位加拿大选手名叫Lakine Osterman,今年是他第一次成功入选冬季奥运,他拥有一双迷人的电眼,还有著高挺的鼻子,那一头俏丽的短发,颜值高到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。 而让他爆红的重要关键,就是下面这一张练习照,说势力与美的完美结合一点都不为过,还有那个性感又不适帅气的眼神,也难怪他会吸引大批网友的注意了。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,他在出赛就被淘汰了QQ但即便如此,他闪耀动人的身影早就已经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当中,这张脸这么好看,怎么可能不记得了。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,他出生于1998年2月22日,才刚满20岁,没几天,年纪真的很小啊。 他从三岁开始接受花式滑冰训练,一开始他对自己并没有自信,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,及训练时间越来越长,他的心态也有所转变,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,而且也没有潜力,甚至不会有人对住我说,依着年纪来说,这孩子滑得真棒。 可是我在13岁后,终于开始抓到诀窍。 他更在14岁时,赢得了加拿大青少年女子组的金牌,代表加拿大参加世界青少年花华锦标赛。 加上这次的冬运华冰刚好是在他生日前后巨型,这也让他有了挑战奥运的决心。 在这一次的赛事当中,他都是以短发造型亮相,所以一定有很多人对于他的长发造型感到很好奇,如果你也好奇的话,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啊。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,这就是他长发的模样,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啊? 虽然这应该算是中长发,并没有到真的很长,但和现在的短发相比,还是有了明显的差异。 小编觉得不管是哪个发型都超美的啊,果然一切都是要看脸的XD。 穿红色的衣服,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变得更加有活力,笑起来真的好好看啊。 真的是要恋爱了不夸张。 只是似乎更多人喜欢他短发的样子, 因为这样的利落发型,让他变得更加俊俏,也更有辨识度。 除了发型之外,他的身材也是好到不行啊。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长发还是短发的样子呢? 但不管怎么样,最重要的还是以后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精湛演出,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的表现吧。 Lakine Ostman的表演影片 端发和长发都超美的啊! 小编我无法选择QQ。 参考来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